2023最火爆韩剧《黑暗荣耀2》终于上线了 开篇就看得让人血压爆表 大结局的尺度再度打破了韩剧记录 你能看到富豪们奢靡生活的堕落 你能看到他们把人命当草芥的凶残 但最令人期待的是女主大快人心的复仇 她要毁灭的第一个人 就是她的亲妈 亲妈在欺养她18年后 听说女儿发达了 竟然恬不知耻地找上门来要钱 生怕女儿不出来 她就拿头疯狂砸女儿的家门 表情比催债的还凶 房东大事出来阻止 她却以为房东在帮女儿打掩护 继续敲门 逼得房东拼了老命把她扫地出门 可这还不算完 她摇身一变打扮成金毛狮王的模样 找到了女儿任职的学校 不顾保安的劝阻 怕在车窗前发疯 一下子惊动了全校老师 温东恩被逼得不得不现身 把她领回家里 到了家里 金毛狮王又开始闲着闲啊 温东恩只想收留她一碗 可她好不容易咬上大鱼 怎么可能说放就放 从此她厚着脸皮 霸占了女儿的出租屋 如果只是这样 她尚且能忍受 可接下来温妈的行为 堪称丧心病狂 因为温东恩班上的学生非富即贵 所以妈妈盯上了他们 跟自己的小男朋友一起 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了学生家长的电话本 挨个打过去 打着温东恩的旗号 挨个收红包 有个家长不肯交 她就约对方见面 对方因为她的身份 脸上还保持着客气的笑 可温妈一点都不给面子 言下之意 如果不交钱 她就让温东恩区别对待 她当然知道这么做会是什么后果 而这恰恰是她的目的 为的就是让温东恩被学校辞退 前不久 朴延真找到温妈 拿出满满一袋子的现金 每张五万 看得温妈眼都值了 朴延真让她不择手段 逼温东恩离开学校 这样她就远离了自己的女儿 可没想到温妈更狠 打着女儿的旗号收礼 这样朴延真的任务完成了 她还能额外捞一笔 果然那些被勒索的家长 全都联名来到学校 把温东恩团团包围 逼得滚蛋 温东恩在家楼下翻垃圾桶 翻到了各位家长 被迫送的那些礼物的包装袋 回到家 温妈正在清点礼物呢 温东恩生气又心喊 没想到温妈理直气壮 气得温东恩发了 丰丝地破坏这些名牌包包 可在温妈的眼里 女儿还没包包重要 温东恩的脸都被打破相了 可她还在继续撕掉那些礼物 哪怕温妈在她后面狠狠地砸她 事后温东恩提出要断绝关系 温妈却不屑一顾 如果不把她解决 温东恩这辈子都不可能复仇了 她决定撕破脸皮 第二天找上门来 温妈正在和小奶油烤肉 温东恩丝毫没客气 把他们扫地出门 谁知温妈死披赖脸 甚至把温东恩没良心 气氛顿时剑拔弩张 突然锅里的油炸了一下 温妈立刻意识到 从小被卷发棒烫得浑身是伤的温东恩 最怕的就是火 她掀翻炉灶 火焰立刻点燃了地上的报纸 温东恩被吓得匍匐在地 温妈趁火打劫 她不知道的是 这正是温东恩的计 她早在屋子里放了监控 刚才的一切都已经被记录下来 房子变成了废墟 但监控里的卡带完好无损 因此精神病院有足够的理由判定 温妈有很严重的精神病 面对医生她还想抵赖 但温东恩二话不说 就向医院递交了住院同意书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去 任由温妈被精神病院拖走 这段造孽的母女缘分 终于以惨烈的形式画上了句号 故事告一段落 各位觉得温东恩对她亲生母亲 这么狠心到底合不合适呢 如果换作是你 你会对这样的母亲 做出怎样的回应呢